想要不穩定生活的人 赶快来跟双鱼在一起哦 传说双鱼女 到底哪个才是双鱼女的真心呢 你有双鱼女的闺蜜吗 是不是常常看她很快地陷入爱情 又很快地陷入下一段爱情里呢 只要双鱼不讨厌你 而你又长得不算太丑 基本上就对你有好感了 他们门槛很低的 越好看忍受度就越高 所以你就知道双鱼有多忙了 毕竟这世界上总的好看的人可多了 他要在意的人也很多 当双鱼发现了某个人很喜欢他以后 他其实也会默默地开始关注这个人哦 甚至会变得很在意 所以你先喜欢他是可以催眠他的 其实双鱼座的自尊心非常的高 很爱面子 大家都以为四字多才爱面子你错了 双鱼也非常的爱 看起来谁都好 但他们能跟别人讨拍的都是小伤 真的遇到重大挫折 他们是宁可自己躲起来疗伤的 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状态很不好的样子 那可是这样的你是不是就少了让别人靠近你呵护你的机会呢 是不是也默默阻断了你的桃花 某种程度如果这个双鱼害羞到一个程度 他也可能是那种傻傻看菜被端走而不会吭声的那一款 一场聚会中他可能就看到某一个天菜就坐在远方 但是因为太害羞了 然后整晚不敢跟对方讲话 只能默默的偷看对方 就这样不知道错过多少道菜 双鱼很容易在一开始认识对方 就给满分 然后随着相处发现问题越来越多 心中的小本本就会默默的开始帮你扣分了 我们常说双鱼追求浪漫 极致的双鱼浪漫就是满分 你们情感解体非常的严重 你无法忍受任何污点 一点点都不能 所以你希望对方一定要符合你心目中的满分标准 要双鱼女跟不是满分的对象谈恋爱 根本就是要他的命 双鱼女的满分屁也适用于朋友的男朋友 他们总是对朋友的男朋友挑剔的要死 没办法 他太犀利了 他有一个火眼金睛 他觉得天啊 我觉得你很不错 你怎么会跟这种人在一起 常常把朋友搞得很头痛 其实双鱼可以同时对很多人触电 所以常常就会让人觉得 他觉得他很花心 而且原因五花八门只可能是 对方的一个眼神 一句话 一个行动等等 可是这样子周遭的人 就会看不懂啊 对不对 也会让想追求双鱼的对象 以为双鱼已经心有所属了 双鱼女要嫁是嫁给爱情的哟 一段感情中 她在意的是相处起来的感觉 你们的契合度 希望一切都通往 她理想中的浪漫爱情 所以王王会把现实看得比较轻 或者是没关系 现实我来 好不好 双鱼座很能干 她面包她也会赚 OK 再来就是他们的侦探能力了 他们是SSS级 他们的侦探能力真的很强 只要是跟你有关的事 他都会翻出来记在心里 世间你的生活圈 并且不让你知道 是不是听起来很厉害呢 如果今天另一半跟双鱼女说 宝贝啊 我被调到南非工作了 可能你话都还没说完呢 双鱼女已经在说 好啊 我跟你一起搬过去 没见过这么追求 不稳定生活的星座吧 想要不稳定生活的人 赶快来跟双鱼在一起哦 老师双鱼女 是不是很容易身陷在不伦练中 的确是比较容易招来 烂桃花 非常容易 双鱼的课题就是 牺牲奉献 所以各种需要双鱼 去牺牲奉献的考题 都会来亲近 然后双鱼也很容易被这种 命运性的 不伦很命运性啊 对不对 因为就是不是顺利的感情 如果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大男孩 说不定对双鱼 反而没有那么吸引力 反而是一个好像很受伤的灵魂啊 或者很需要他帮忙的啊 反而让双鱼很有感觉 所以要小心 双鱼越有感觉的 又要小心 所谓的两眼全闭 是双鱼自己愿意闭上的 所以你只要愿意打开 你怎么会看不见 你什么都看得见 你马上知道这段感情 适不适合你 其实双鱼心里有数的 双鱼有理性的那一面哦 所以开关在你的手上呢 就看你怎么用 稳定好不好 我们学习金牛座的无聊和稳定 一个外表越强壮的人 看起来越凶悍的人 搞不好他内心越虚弱 所以我觉得双鱼的外表跟内在 就是外表非常 内部的身份 可是内在可能是小白兔 继外星人水瓶男之后 我们现在要聊聊 海底生物双鱼男 双鱼座嘛 他们是一个非常重Fu的星座 他们喜欢男生还是会喜欢女生 说真的 他也会告诉你 我不知道 我要等Fu来了才知道 面对这样的双鱼 我们有必要好好了解他一下 双鱼男自己很梦幻 但他希望另一半很实际 不要忘记了 双鱼座的夫妻公 就是落到了处女座 所以你的能力很重要哦 他们欣赏有能力的人 能力越高 越机车 也没有关系 有一种感觉就是 和双鱼座聊了半天 他好像什么都说了 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 某种程度来说 我认为这来自于双鱼座 非常深层的不完全感 没错 双鱼座是水象星座 水象星座都一定有情绪 也有不完全感的问题 他虽然不见得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但他却能够拿出变动星座 阴影的能力去应付他 所以当他不断不断地讲笑话 就代表他还不能够信任你 或者是他还不知道如何自处 或面对这段关系 所以他准备用这种 令人愉快的方式 跟你互动 而且双鱼座呢 有双这个字嘛 所以他们两面人的特性 也很严重哦 比如晚上跟你 讯息得很热烈 什么都聊 可是白天看到你 却很害羞 一句话都不说 这的确也是双鱼座的特性哦 因为有时候 他看到你本人 就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可能就变得很被动啦 声音很小声啦 仿佛有两种灵魂在他身上 其实他很需要被崇拜 他们生理上是需要被照顾的 因为他们很喜欢装弱小 很喜欢诉苦 或者是装可怜 对 看起来好像需要被照顾的样子 但其实精神上 他需要被崇拜 而且跟狮子座不一样哦 狮子座是 他希望你崇拜他的能力 但双鱼座希望的是 你无条件崇拜他 双鱼座的想象力也很丰富哦 他喜欢你 他也会脑补你喜欢他 所以当一个双鱼座跟妊座可怜 这里痛那里痛好冷哦 好饿哦 就是表示他在看 你有多关心他哦 只要你真心赞美他 他就可以无怨无悔地坐下去 家里的碗啊 衣服都他来洗也没有关系哦 不要忘记了 因为你崇拜他嘛 他当然愿意坐咯 他刚刚说那个双鱼男 就是会洗完洗衣服的时候 他一直咬头 表示你是他的女友 没有你要虐待他啊 双鱼男 双鱼男有奴性 他们其实是有奴性 你要懂得把他奴性的那一面激发出来 比如说你就是女王 他当然就是奴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 你平等地对待他 他们的裂根性就会出来了 他能躺他干嘛站呢 所以你要跟一个变动星座相处 他是跟你互动出来的 他到底后来变成一个渣老公 还是一个好老公 是一个很在乎这段关系 还是不在乎这段关系 其实都跟你有关系 双鱼也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好的星座 他什么都记在心里 如果他觉得你对不起他 他会在脑子里天天 把你对不起他的剧情上演三遍 而且他选择不说 双鱼男如果对你不满 大部分他是会先忍耐的 如果你的双鱼做老公 会在社群网站上抒发心情 或者是po那种不具名的心情文 那这很可能就是在双鱼男 一个双鱼男如果存心要搞消失 你是找不到他的 他们非常擅长隐身 所以如果突然找不到人 或跟你约好了又不出现 那麻烦你对他留效观察 说真的 这种双鱼男我们就真的应付不来了 双鱼是掌管 牺牲奉献 这四个字的星座 所以有时候越不能够在一起 越是带有牺牲的感觉 越是带有奉献的感觉 越能够把他捆绑喔 所以双鱼也是出柜 或当小三很高比例的星座 因为这种宿命感真的太吸引他了 所以一个双鱼座如果他事业很成功 但是感情很混乱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感情可以说是这一类双鱼座的罩门 双鱼男是不是都很喜欢健身 双鱼座非常喜欢健身 身材一般都能好 我有一点担心 因为我觉得他们健身的潜意识就是 他觉得他太虚弱 他需要保护 所以他才会努力的强壮自己 所以他内心其实还是虚弱的 一个外表越强壮的人 看起来越凶悍的人 搞不好他内心越虚弱 那这个虚弱又来自于 他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吗 这很难说 所以我觉得双鱼的外表跟内在 就是外表非常虎虎身风 可是内在很可能是小白兔 如果你喜欢一个双鱼座 我会给你几个叮鱼 第一个不要忘记他是变动星座 你可以表现崇拜他 但是不要太黏他 变动星座的人都需要空间 都需要自由 而且他们也喜欢你是一个独立性格的人 不要因为他看起来好像很虚弱 很希望你投入照顾 然后你就一股脑也把自己奉献给他 这样子就失去神秘感了 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